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频道我是Sky 今天呢是穿搭小技巧系列第二季 就是大家呼声一直很高的 想知道说平常在日夏季的时候 怎么样去穿这一类的 就是这种深V的吊带 或者是深V的这种top 显得不会那么肉欲 胸部会那么大 里面应该要怎么样穿bra 还有呢就是我自己有哪一些吊带 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可供大家参考 那好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快开始今天视频吧 首先说就是在这一类的上衣里面 要怎么样去穿 其实这种时候我一般是不穿bra 但是不代表说我选择真空 我去年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后 我发现修贴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其实修贴它有分很多很多种 有一类是那种贴在前面 然后是聚拢型的 会把你挤出乳垢 还有一种呢是那种比较小的乳贴 但那种乳贴就是它是一种刮朵形状 贴久了会觉得很闷很不舒服 我自己在尝试以后呢 就发现说我现在用的这一款是最好用的 它是长这样子的 它们家有出非常非常多的系列 有那种比较大个的比较小个的 有出沾点式和被沾点式 被沾点式你可能就是要拿一些水 然后才能贴在上面 我自己试过被沾点式 我觉得贴的不是很紧 所以我比较喜欢沾点式的这种小的形状 这种比较小的形状呢 是第一个它不会说感觉特别特别的闷 我觉得贴上去感觉就是无感 真的就是无感 没有感觉 好像你就是真空一样 还有点呢就是这个牌子它是低敏型的嘛 所以它不会让你说长时间贴 比如说你贴了8个小时以后会过敏什么的 我之前有一次这叫忘记取下来了 都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自己算是一个比较皮肤敏感的人 但是贴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推荐给贴这种东西很容易过敏的妹子 而且这种胸贴有个好处就是 除了你可以穿这种套皮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属于一个胸骨比较高的人 夏天的时候很恐惧穿T恤 因为胸骨高穿T恤 你就落不出你的怂骨 落不出你的怂骨 你胸骨又高 然后你又没有什么瞎恶脚 那不就是胖吗 不就是越半两个字吗 但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用胸贴的话 就会相对而言减少你越半的程度 所以如果夏天的时候很想穿T恤 然后又很担心说自己的上半身的 往下条件会显得胖 你就可以试看看这种胸贴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all time family 我已经回购了好几个 因为这个东西是个消耗品 经常会换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夏天的小吊带 其实夏天的小吊带我有非常多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在吊带外面加衬衫 或者在吊带外面加西装的人 我自己的选择一般是选择这种V型的吊带 因为我的下落脚不是非常明显 那你V型的吊带很多程度能够提升你 下落脚的利落感 这是为什么其实我的体重没有变很多 但是到了夏天以后 因为我开始穿这一类的衣服 很多人就说Sky怎么收了这么多 其实不是 这真的就是衣服改变命 那我自己呢有好几款的小吊带 而且我非常专注于买不同颜色吊带 那第一个吊带呢就是这个啦 这个不用我说吧 这个是我的all time favorite 这款吊带是我用来搭过很多很多衣服的 如果我想不到衣服里面要搭什么 我就会拿这些白色的吊带来搭 因为呢这件吊带它有一个很好的一点 就是它是一个easy carry的材质 你随便怎么揉怎么搓 怎么揉怎么搓 怎么放在行李箱里面都不用吧 拿出来又是一条好汉 这个的好处呢就是你这种比较偏向于真丝材质 或者是真正真丝的吊带来说 真的好照顾很多 而且你就可以直接放进洗衣机里面洗啊 它还有点好处就是针对 如果比较保守的妹子来说的话 它不是像我自己身上的这件衣服一样 就是拉的那么下来 它穿上去以后呢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会显得太过暴风啊 或者是很容易显富 除了白色吊带呢 其实我还有些其他颜色吊带 首先就是这个颜色吊带 这个颜色是一个灰色吊带 其实它是我经常买袜子的一家投保店 他们出的一个睡衣 你们没有听说它是一个睡衣 这种灰色吊带呢 我会拿它搭配一些牛仔之类的元素 或者是一些冷色调的外套 它不仅仅是一种睡衣吧 那你带出门的时候 它还可以顺便当睡衣 那不是非常方便吧 放你的行李箱省距离 因为当你觉得白色吊带太过无聊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尝试看看 把吊带颜色换一换 灰色这种丝质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保守颜色 夏天的时候又会感觉非常的清凉 非常降温 而且这件也是 它的开口并没有特别特别的下面 除了灰色以外呢 跟它同一加的还有一个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一个烟灰粉色 那这种烟灰粉色呢 其实你不管是搭配牛仔元素啊 或者是搭配一些比较酷的元素 都有一个很好的两分平衡的感觉 而且这种烟灰粉色 其实是穿上去非常非常显白的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其实也是 这件其实也是我的一件睡衣 这件睡衣其实是我纪念新买的 就是Gelato家的一件睡衣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绿色 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 搭在一些绿色 或者是偏向于金属色的色调的 衬衫里面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就顺便 有时候也会拿它搭一些衣服 这种绿色就是一个 有没有看到 非常的显白的一个颜色 而且它其实这个开口的位置 也没有特别特别夸张 也是比较遮附的一个设计 刚刚说的那些吊带 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款式 还有一个吊带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 吐槽过的真丝的吊带 这种真丝的吊带呢 其实我就是 只是从吸力箱里面拿出来 就已经皱成这个样子了 你就必须在出门去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去运它 但其实这几年来 法师风格的流行 很多人就会开始使用这种 比较偏向于女性化的真丝吊带 外面搭西装 或者是外面搭一些真丝衫 会有一种非常的 不费力的精致的感觉 这件呢是我回国前刚刚买的 我还没有开始去搭它 我觉得之后我也会试着 拿它去搭配一些小西装 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但这种真丝吊带呢 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 会觉得说它太 就是可能太偏向于睡衣了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见仁见智 看大家能不能去接受去穿这种 包括像我今天穿的这种上衣 或者我很喜欢穿的这一类的衣服 都是看你自己个人 你能不能接受这一类的衣服 然后你自己能不能穿出门 我觉得穿衣服最重要是自己开心 不管别人怎么说 很多时候只要体会能保证 自己人生安全的情况下 这个一定要很重要 在能保证自己人生安全的情况下 让穿搭去体现你自己的性格 然后去做你自己是最开心的 这也是我这一年穿搭以来体会到的一点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长这个样子 你不适合穿这一类衣服 可是其实我自己性格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也是个讨好派 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要变成别人心中喜欢的我自己 所以我一直以来 可能以前二十几年 穿衣服的风格都是偏降于 大家给我怎么定义 我又怎么定义 直到去年 我觉得说我要多出现改变 因为我觉得要等活的人生太累了 你外表是一个样子 但是你内心可能又不干于这个样子 你就会感觉自己的内心 很拧巴在一起的样子 如果大家也去看过我以前的视频 就会发现 其实我以前的视频也是 在镜头前面不是那么放松 可能现在会真的是放松很多 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有点 做回我自己的感觉吧 所以我觉得穿搭呢 很多时候不是说别人看着漂亮 而是说自己开心 如果我自己穿这件衣服 能够让我开心 能够让我自己更自信 那很多时候 只要你能保证你自己人生安全 不需要很在乎别人聆听一下的 叮叮 然后别人要去怎么看你 这个其实就是突然 就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视频 其实就是比较偏向于 女生之间的聊天视频 那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看到 更多这一类调的搭配 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Deans和公众号哦 同样的如果你还想 从我这儿知道什么 一些小技巧的话 记得给我留言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